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客人接触植物以后 变得更喜欢植物 他们还会常常拍照片跟我分享 植物生长的近况 当他们下次来店的时候 也会跟我有聊不完的植物话题 这好像植物为这些人的生活 增添很多色彩 让我觉得好像有魔法一样 可以继续传递这份美好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它叫做贝斯花竹 它是来自南美洲的雨林植物 然后它的特性就是 生长偏缓慢 叶子会呈现这种低调的深绿色 但是仔细看的话会发现 它叶脉是细致闪烁的光芒 就好像慢慢的努力 然后盛开的叶子可能不是最抢眼的 但还是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风采 早上的餐桌阳光啊 或者是雨后放晴的街景 还有下班时候看到的夕阳云彩等等 有时候这些生活美景 会让我特别停下来多看几秒钟 然后心里面会有一种活着真好的感觉 我们现在每天的作息都离不开都市环境 但是不要觉得大自然好像离我们很疏远 其实只要用心观察会发现 它跟我们的生活是融为一体的 我觉得只要用心去感受 去欣赏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美好时光 从而找到内心的平静 就是自然而愈的方式